南岛一名三十九岁 王姓南主開車 要過面間宮 回去操縱 來到神家故事附近所發現這煙燼鍋開始慶煙 現在南主是趕緊將車停下來 早起附近的騎車就不回去了 在那時尊剛好有休息的消空對於環境過 也就是說有人想睡在車裡面 剛才趕緊下電話不安以外 也來夾走打過 不過因為這火勢實在是太過大 等到水車來到現場後 好 要開到七分鐘的時間 才順利將大火打花 黑社交車的車頭蒸了這麼多黑煙 都會看到裡面去大火 讓人是看得很驚訝 火燒到很翁 不是穿著黑煙 後面經過的車輪 根本看無頭前的路空 試算收到這麼大的座位 只會在旁邊到達的顯示 大火燒到正面 這邊的警察人員 光陰噴水衝救 開到七分鐘的時間 才順利將大火打掉 旁邊就看到一台車停在路中間 就是起先是冒冒些白煙 但是現場都沒有看到人 職業心人就發覺說 那個 車主會不會還在裡面 就是停在路邊下車查看 就發現車內沒有人 以外是發生在31號中島 只會39歲紅色男主 住民間鄉 要回去超頓頂 才幾個神家的國秀附近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遠遠開始慶恩 紅色家事看到這種狀況 現在最開門多走 看到大家的車輪變成飛機 是中急又心疼 那個 他一開始火事就停死的時候 那個 民眾就迅速 打開那個門 就趕快跑出來 那整個車頭 幾乎已經燃燒得很猛烈 他幾乎全毀 浩賀在意外 沒做新人好人受傷 到底是甚麼原因 讓車開到一半都會 競修臨完 過來進一步調查 繼續節目上採用報導